中年女人忍得久不久,从这几个异常表现可以明显看出来 大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到了中年的女人会情绪比较稳定 很多时候我们能想到她们总是唠叨、啰嗦的样子 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 这时候就会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生人物尽的气息 而且到了中年以后,夫妻之间也会面临很多矛盾 中年女人忍得久不久,从这几个异常表现可以明显看出来 变得更加开放和大胆 当一个女人不被逼到一定地步的话,是很难做出越举的行为的 女人只有在无法忍受的时候,才会表现得和之前完全不同 当一个女人开始尝试之前从未做过的事,并且变得开放和大胆起来 这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自我释放的过程 要是你突然发现身边的女人变得宇宙不同 不管是心因你还是让你感到讨厌的时候 这都是女人忍了很久的结果 多关心她,鼓励她,给她更多的爱 情绪波动比较大 当一个女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发火的时候 不管你做什么,都可能会惹到她 这时候千万别和女人斤斤计较 可能是因为她们被冷落太久 当心里的需求无法满足的时候 就会转化成愤怒发泄在身边人身上 其实这也是对你发出的警告和信号 不要长时间冷落女人 偶尔要不多关心她们 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寻找能够安慰她们内心的人 当一个女人心里得不到安慰的时候 对身边的男人就会彻底死心 并且开始给自己寻找新的安慰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你 所以当你感到身边女人对你爱里不理的状态时 作为男人就要明白要多关心 否则很可能会彻底失去这个人 彻底死心 当经历过种种以后 你依然还是像原来一样的状态 那你们之间的关系只会彻底决裂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 女人很少会选择离婚 这只是女人被逼到绝路的表现 你觉得中年女人怎么过才是好过呢